中学们好 下面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后边在各论 讲各个病的时候呢 就要具体运用了 首先呢介绍一下 胃脐婴血变症 胃脐婴血变症 是清代的温病学家 叶田氏提出来的 前面咱们已经提到了 这个辩证呢 作为温病的辩证纲领 他有效地指导了临床实现 叶田氏为什么提出来 用胃脐婴血来变温病 前面咱们提到过 他说 大方看法 胃之后方炎气 赢之后 方炎血 大方看法就是一般 温病的辩证规律 是胃分症之后 才是气分症 赢分症之后 才是血分症 他这个重点呢 不在胃和婴 而在气和血 也就是说 叶田氏的胃脐婴血变症 实际上 是气血变症 把温病分成气病和血病 两大部分 因为这两大部分呢 范围太宽了 太大了 所以呢 气前边又衍生出胃 血前边又衍生出了营 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这样呢 辩证的过程呢 就更细 实际上 从总体上来说 他强调的是气血变症 为什么这么说 他这个理论的根据是什么 他怎么就不用别的名词 不用别的变症 就提出了胃气阴血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深 它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 所以要谈 他为什么 用气病和血病来变温病 那么首先呢 咱们先应该再复习一下 胃气阴血的生理概念 就是胃气阴血 这四个字 在生理上 他们的概念是什么 这个问题呢 在中医基础理论里边 讲过了 但是可能都有印象 在这呢 咱们简单的复习一下 更便于理解 叶天士 为什么要用气血来变症 要谈这个问题呢 首先 首先要讲气 中医基础理论讲义啊 气血经验专门有一章 咱们简单的复习一下 从气的生成来讲 咱们说 中医学所讲的气 作为人体来讲 人体之气 指的是什么 它的范围很广 不错 是精微物质 它指的是哪一种气 一提到气 应该说 首先想到 是人体的一身之气 说废主一身之气 那气嘛 就指全身的气 都包括在内了 这个气呢 咱们把它叫做真气 也叫正气 还有的呀 叫元气 或者用这个元 意思都一样 但是呢 和后边要提的 肾所藏的元气 那又不一样 真气呀 也有的人 把它叫元气 或者这个元气 或者叫真元之气 各种说法 总的来讲呢 它都是一个意思 是指的人体的一身之气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正气 气怎么生成的 人体一身之气 由什么所构成 三个来源 得从先天说吧 所谓先天之气 是受之于父母 与生俱来的气 就说在人没有降生之前 陪胎时期 已经存在了 这个来自于父母 因为人还没有见天 就有了 所以叫先天之气 再一个来源 后天之气 后天呢 就是说降生以后 人生下来以后的气 这个气 严格说起来 构成是两个部分 一个 自然界的气 就指的是呼吸的清气 也就是氧气 小孩一降生 首先就要呼吸 那么他所吸进来的氧气 来自于自然界 这是自然之气 再有 小孩要吃奶 长大了以后 要吃粮食 吃食物 这个是水骨精气 应该说 自然之气 水骨之气 都来自于后天 人体一身之气 就由这三种成分所构成 这三种成分 可不可以分 从来源上 这三个途径 可以分 但是进入人体之后 混在一起 没法再分 所以你不管 藏于上胶 藏于中胶 还是藏于下胶 都是这三种气 没法再分 也不可能分 所以呢 它们混合在一起 构成了人体的一身之气 那么从这个角度说 人体的气 是不是物质 肯定是物质 所以 这个气 应该怎么表述它 什么叫气 气首先说 它是很微细的物质 很小 肉眼看不见 它不像血 血能看得见 精液也能看得见 气用肉眼看不见 但是我们承认 它是物质 为什么呢 因为从它的构成分来讲 都是物质 而且它在人体内 是不断地在运动的 永远不会停息 气的运动停止了 人的生命就终止了 所以生命不息 运动不止 就指着气在运动 当然了 液态物质也在运动 但是血精精液的运动 都是靠气的推动 正因为它的运动 才推动了其他物质的运动 它活力非常强 因为它不断运动 全身各处都可以到 所以它活力很强 它是构成 人体的基本物质 也是维持人体 生命 活动的基本物质 就是说人体的构成 没有气是不可能的 它是人体构成成分之一 同时呢 人体生命活动 也需要气来维持 就是说由生 一直到死 都需要气的功能 气的作用 所以啊 气是这么一种物质 从它的组成成分来讲 有这么三个部分 气生成之后 在人体 怎么分布 它有什么功能 就从生理上讲 它有什么作用 这个分布啊 先说 脏腑经络之气 它可以分布到五脏六腑 各个经络 那就形成了脏腑之气 腑气经络之气 五脏六腑经络都有气 那么这个气 和人体一身之气 是什么关系 这五脏六腑 全身各个经络的气 实际上 就是那一身之气 功能的具体体现 怎么说 比如啊 先说五脏之气 心气 心气是不是一身之气 是不是单独另外有一个气 不是 心气也是 先天之气 自然之气 水骨之气所作成 也是这三个来源 也是这三个来源 所以它是一身之气 这一身之气 不过它作用于心脏 就叫心气 就产生了心的功能 什么功能 心脏有什么功能 心脏功能只有一个 煮血脉 心煮血脉就是说 心气能够推动血液 在经脉中运行 请注意 血液运行是有轨道的 在经脉里边 所以心不仅煮血 而且煮脉 心气 有推动血液 在经脉中运行的作用 这就叫做心气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一身之气 在这方面里具体体现 至于说心还煮神智 心煮神智是因为它煮血脉 因为它煮血脉 所以它煮神智 血是神的物质基础 这是派生的功能 所以心脏的主要功能 应该说是煮血脉 因为煮血脉 所以才藏神 血涉神 肺 肺气有什么作用 煮气 这个煮气呢 包括煮一身之气 也包括煮呼吸之气 所以叫肺煮气 撕呼吸嘛 那么它这个煮气 撕呼吸的功能 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 是通过它的宣发速降功能来实现 宣发是指向上 向外 速降是指向内 向下 上下内外 宣发速降的什么 气 把人体的气 向全身各个部位浮补 包括上下内外 同时也包括水液 在气的运行过程中 就推动了水液的运行 所以呢 筋液也在气的推动下 浮补到全身 另外 肺能够朝摆脉 所谓朝摆脉 这个朝是始动词 是肺时摆脉朝 也就是说摆脉朝肺 全身各个部位的经脉 都朝会于肺 为什么 因为气率血型 肺主气 气能够推动血运行 心煮血脉的功能 是在肺气的辅助下 来完成的 这实际上啊 这个朝摆脉 还是宣发塑脉功能的具体体现 因为血液向上 向下 向各个部位运行 不也有个升降的问题吗 也是通过肺的 宣发塑脉功能来推动 这肺的功能 我们就把它叫做肺气 实际上 它就是一身之气 体现在这个方面 脾气 脾 主运化 脾的主要生理功能 就是主运化 包括运化水骨和运化水池 所谓水骨就是食物 水池就是水分 体内的食物和水分 通过胃的消磨 小肠的吸收收送到脾 脾再把它运化出去 这个过程咱们叫主生氢 主生氢 实际上是皮主运化的表现形式 因为皮运化的是氢气 它运化的骨物和水 都是精微物质 都是人体的营养物质 它是通过它的运化功能 把这些精微物质输送到肺 引入于胃 油溢 精气 尚属于脾气 散经 尚属于肺 因为肺在皮上 所以它叫生 生氢 实际上 是通过它的运化功能 把精微物质输送到肺 所以生氢 实际上是运化的具体体现 这是皮气作用 也就是一身直气 表现在食物的 精微物质的运化 这个方面的功能 肝 肝有两方面功能 一是煮出血 一是煮藏血 这么两方面 所谓出血 是疏通宣泄的意思 疏通什么宣泄什么 气 肝煮出血 就是肝 对这个气的运行 它有一个疏通作用 疏通的是气机 它是气机的一个枢纽 那么气在全新的运行 要通过肝煮输血的功能 来调解 如果肝湿输血 调解功能不好 气的运行就要发生障碍 就出现气质 实际上它就是这么功能 至于说煮藏血 那是指肝 肝有筑藏血液 调解血量的作用 人在运动状态下 需要的血量多 肝就把血润送出来 静止状态下 需要的血液少 那么肝就把血液藏起来 它有调解血量作用 既能藏又能调解 这个藏和调解 由谁来完成 实际上取决于输血骨 是通过气来调解血 肝通过气肌的熟泻 把血液进行正常的调解 如果肝湿熟泻 这藏血功能就失常了 或者藏不住 肝气熟泻的太过了 就不藏血 可以导致出血 如果肝气预制的太过 不能熟泻了 就可以导致血不能正常的调解 而浴在里边 所以呢 它的藏血功能取决于输血功能 主要功能是输血 那么就是说 肝气实际上就是这一身之气 体现在主输血这方面的表现 还是一身之气的表现 因为它体现在这儿了 所以就把它叫做肝气 肾气 肾气功能 肾气功能 苍经 煮骨 生髓 煮人体的生长 发育 生智 还有 煮水 等等 这一系列的功能 都叫做肾气 也就是通过肾气的推动 它能够筑藏经验 另外肾中的经气 能够化身骨髓 充养骨骼 然后又可以化身脑髓 人体本身的生长发育 要靠肾气的推动 到了男子16岁 女子14岁以后 就产生了天鬼 就有繁殖后代的功能 生长发育 是指本身 生智是指繁殖后代 人类的繁衍 那么这个过程 都是靠肾气的推动 是肾本身的功能吗 应该说 还是人体一身之气 作用于肾 使肾产生了这功能 这是分工啊 就分到他这来了 这个就为肾所主 实际上呢 这些个功能 都夹在一块 可以说 是人体全部的功能 不过全部功能啊 你都不能都搁在一个部位啊 所以他就把它分出五脏来完成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一身之气 把它的功能 分成几个方面去表述 分数到五脏 所以五脏之气 实际上都是一身之气 具体的下 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气 六弗也是一样 六弗 胆 生理功能 也是主书性 它能够助藏胆质 藏精质 咱们中医学所说的精质 请同学们注意 就指的是胆质啊 不是指的肾藏的那个精 就指是胆质 是专有名词的 它有助藏胆质作用 但是它不分泌 是甘质鱼器所生成 是甘分泌的 它助藏胆质 同时呢 通过它的输泄功能 可以使这个胆质 向小肠输 就是要消化食物的时候 通过它的输泄功能 把胆质排入小肠 实际上 也是人体一身之气的作用 不过呢 把它分工 就叫胆气 就分布到胆 是胃啊 就受纳 也就是接受容纳 所吃进来的食物和水 就是饮食物进入到胃 它先接受 然后呢 它在消磨 通过它的蠕动 把食物磋碎 变成乳泥状 这个过程叫俯熟的过程 这就叫做胃气 有胃气得生 无胃气得死 为什么 因为有胃气就能消化食物 没有胃气就消化不了了 后天之本就没了 那么这种功能 实际上 也是人体一身之气 它作用 就是体现在胃 就把它叫做胃气 小肠者受成之关 化物出源 它所受成的 是胃里边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物 已经消化了的食物 已经变成乳泥状了 输送到小肠里边 小肠把它接受下来 受成 先接受 然后经过加工 密别清浊 所谓清的 是精微物质 水骨的精微 就是人体的营养 通过皮 输送走了 皮主用化 浊 包括水和骨的糟粕 水的糟粕 通过小肠 收送到膀胱 骨的糟粕 通过小肠 顺着一条管道 输入大肠 排除体外是分辨 小肠的是这么功能 这个密别清浊 受成化物的功能 实际上也是一身之气 在这个吸收过程 饮食物营养物质 吸收过程中的体现 大肠有传道功能 大肠者传道之关 变化出现 大肠接受小肠 输送下来的 谷物的糟粕 也包括一部分水 它吸收一部分水分 所以说大肠主机 它有一部分 回吸收作用 吸收一部分水分 然后 把大便 排泄出去 传导变化 使这个谷物的糟粕 变成糞便 排除体外 膀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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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水浮 这是水的仓库 膀胀这周度之关 金叶肠炎变化 都能处理 膀胀接受的金叶是从哪来 一部分来自于小肠 脚肠通过气化 把浊水送入膀胱 再一个通过肺 通调水道 下出膀胱 通过皮的生青 疏通到肺 通过肺 腹部周身 这个循环以后的肺水 再通过肺的 通调水道功能 疏通到膀胱 总归 水浮藏的都是浊水 这个浊水 为什么不叫尿 它叫金叶肠炎 因为它没排出体外 还是人体的体液 其中 浊中 还有氢 浊中 也有浊 浊中之氢 还吸收 还通过气化 腹部全身 浊中之浊 排出体外 是尿液 总归 膀胱 在水液代谢过程中 起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实际上 就是一身之气的 推动作用 是在水液代谢过程中 在膀胱的具体体现 所以它叫膀胱之气 咱们习惯上 叫抛气 这都不念浮 念抛 说撒一抛尿 就这个抛 不是这个抛 这叫抛 这不念抛 抛气 抛就是膀胱 再有一个 就是三胶 至于三胶 它这个概念 比较广 总归 它是人体 上 中 下 三个部位的总成 因为下方 咱们要讲三胶变征 这咱们就概括地说 它是人体 以上中下三个部位的总成 所以内经里边说 它是孤之腹 六腹里边它最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脏腹之外 躯体之内 包罗诸脏 一腔之大腹 所有大腹 都在三胶里 大口袋里边包着 它体现了 五脏六腑的 整个气化功能 三胶是 阳气和水液 运行的道路 全身的阳气 全身的水液 在三胶里边运行 它是这么一道路 那总而言之 三胶的气化功能 又从哪来 还是人体 一身的气化功能 体现在它 全身的气 怎么气化呢 就在三胶 这个管道里边运行 它是一种体现 所以看 六腑之气 和五脏之气一样 不管哪一腑 有什么功能 实际上 都是一身之气 所派生出来的 那么经络之气 正经十二 奇经 拔脉 总定来说 人体的经络系统 正经有十二 六脑六腑 加上 七经八脉 一共这么多经 十二经呢 是联络 六脑六腑 每一经 联络 一个脑腑 这个十二经 应该说 每一经都有经气 十二经的经气 是什么 就是运行中的脏腑之气 阴经 属脏落腑 阳经 属腑落脏 就是说 通过经脉 把一对脏腑 互相联系起来 经脉 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通过它来 熟通气血 联络脏腑 所以经脑里边的 气是什么气 就是一身之气 不过呢 它具体联系到 某个脏腑去了 就是运动中的脏腑之气 也就是运动中的 一身之气 全身气都在 经脑里边运行 这十二正经 他们联系脏腑 七经八脉 虽然和脏腑 没有落手关系 但是他们好像水库一样 有调解作用 叫序易 或者易序 序就是储存 易就是排放 就是说呀 十二经的气血 如果过剩了 他们有储存作用 像水库一样 它有调解作用 河里边水多了 它存上不往外放 十二经的气血不足了 通过它调解 它可以往外放 有这么易和序的作用 能够调解十二正经 所以呀 全身的 这是经 每条经又有落呢 又有分支呢 有经别 有落 那么通过它们 像网络一样遍布全身 收送的是什么 就是一身之气 所以经落之气 不是说它单独又有一个气 还是一身之气 讲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从生理上来说 葬也好 葬也好 经落也好 里边都有气 但是都不是每一个葬 各自独立 心气就是心气 废气就是废气 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都是一身之气 来源都是一个 不过作用到这儿 它推动血液运行了 就叫心气 那边主权发作将了 就把它叫做废气 实际上就是一身之气 在不同的情况下 给它命以不同的名称 就出了五脏六腑 经落 这么多气 还有别的名词 中气 中气 胃气 营气 元 元气 这又是什么 这种气是个综合概念 它也是一身之气 它是一身之气 这个功能在五个大方面的体现 也就是说 把人体这个一身之气 它的功能分成五个大系统 五个大方面 又给它起了五个名 比如说 中气 济于胸中 在弹中这个部位 它有什么功能呢 灌心脉以形呼吸眼 所谓灌心脉 就是推动血液一行 行呼吸 就是调解呼吸 大家看看 灌心脉和行呼吸 是谁的功能 当然了 总体来说是总体 要是按脏说 是谁 不就是心肺的功能吗 因为心和肺 同居上交 都在上交 它们两个功能 有很多共同之处 血液运行 靠心气推动 也要靠肺气来辅助 所以 它们两个 共同的功能 灌心脉行呼吸 就叫做中气 切成点 实际上就是心肺功能的中和 因为胸部 也就是心和肺 不是说人体 又另外冒出一股中气来 而是把血液循环和呼吸 这两大系统的功能 综合到一块 给起个面 就叫中气 中气的来源是什么 怎么生成的 中气也是 先天之气 水谷之气 自然之气构成的 中气就是一身之气 不过它表现在 这方面的功能 就又给它单起个面 它比五脏呢 范围更广了 它包括了两脏的功能 成了一个系统 是循环呼吸两大系统 就叫中气 中气 脾胃居于中胶 中气指的是 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 也就是脾胃的功能 因为脾和胃 是一脏一脯 它是两个气管 两个脏气 它们的功能呢 又是互相配合 共同完成的 一个主受那 主消磨 一个主运化 配合得非常密切 单表达不好表达 给它综合到一块 消化系统的功能 就叫中气 实际上中气 就是中胶之气 中胶是什么呢 中胶是脾胃之气 原气 原气藏于哪儿 藏于肾 藏于下胶肾 这个元气是不是指的先天之气 不能那么看 肾所藏的元气不错 有先天的成分 有没有后天的成分 也有 所以肾所藏的元气 它包括先天之气 后天之气 后天之气包括水谷经维 和自然经维 还是一身之气 不过藏于肾 因为它对人体全身 各个脏气的生理功能 都有激发和推动作用 而且它对后代的繁殖 也起主导作用 所以就把它叫做元气 实际上它就是一身之气 你看 上胶中气 中胶中气 下胶元气 合起来是三胶之气吧 实际上呢 都是一个气 不过在不同的部位 就叫不同的名字 你坐在这听课 你就是学生 回到医院 穿上白大罐 你就是大伙 都是你 名不一样 就换了个名 实际上呢 都是一身之气 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功能 去描述它 胃气 胃气指的是什么 胃是保卫的意思 所以人体的一身之气 如果对人体发挥 保卫功能的话 就把它起了个名叫胃气 这个胃气行于哪 行于表还是行于理 脉外就是表吗 体内有没有经脉 体内的脉代表吗 胃气呀 你不能理解成 这保卫 保卫处不一定都在大门口 对吧 你学校的保卫处 单位保卫处 不一定都设在门口去 它也可能在里 因为什么呢 这个胃是对全身 起保卫作用 不管是保卫体表 防止外邪信息 它也保护内脏啊 这胃气呢 它是行于脉外 凡是脉外都有胃气 行于周身 内外都有 说胃型脉外 不是指胃型的体外 是经脉之外 病脉而行 里边是营气 外边是胃气 只要有经脉地方 都有胃气 那么就是说 它周身内外都有 这个外是指体表 这个内 是指体内脏 包括空腔啊 各个脏气 还有脏气之间的空隙 这里边都有胃气 它是在各个部位 游行 起什么作用 在体表 它能够抵御外邪 能够抵御外邪 对内呢 能够温序脏腑 五脏六腑 包括那些空腔 还有全身各个部位的经脉 都能维持正常的温度 是谁的作用 人是恒温动物 体温37度 这37度 常年能够维持 是谁的作用 是维持的作用 所以内脏 能够得到温序 天冷的 它也不降低 天热它也不升高 不随着自然气候 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是胃气在调节它 当然呢 它对体表也照样温序 温序皮毛肌肉 能够抵御外邪 同时 它能够 调节体温 自然界的气温变化了 人体的气温不变 温度不变 为什么 是胃气的调节 天热了 比如外部40度 我们还是算是7度 毛孔张开排汗 胃气四开合 毛孔的开合 是胃气的控制 由它来调节 热了排汗 天冷了 温度降低了 把毛孔闭上 保存氧气 它有这么三个方面的作用 根据这个功能 就把它叫做胃气 实际上胃气 就是一身之气 在这方面功能的体现 不是另外有一种特殊的气 银气 银行脉中 就是说 它和血液一块 在脉里面运行 但是它又不是血 如果是血 它就不叫银了 银气是血中之气 咱们不说血以载气吗 血能够载气 血之所以能够在体内运行 是因为气的推动 气在哪推动它呀 在血里边推动它 血里边没有气 它怎么推动它 是在脉里边 气和血都在脉里边 气推动了血运行 所以是血中之气 就叫做银 这个不错 那么请问 银是属阴还是属阳 属阴还是属阳 两个都有 蒋医生怎么说的 蒋医生说银属阴 为什么呢 它和胃相对照 阴行脉中 胃行脉外外 胃属阳阴属阴属阴 是他俩比较 从阴本身来说 到底属阴还是属阳 血中之气属阴属阳 血属阴 这气肯定属阳 这不用含糊 没错 血中之气嘛 血属阴 气肯定属阳 阴 还有没有别的概念 这阴阴怎么解释 血中精液 你看 这阴字很复杂 阴气 阴阴 是这么两种叫法吧 阴血呢 是跟血阴和血混在一块的 那排除它 单说阴本身 又叫阴气 又叫阴阴 为什么 它到底是阴 还是阴 我觉得啊 这问题 古代论述很多 但是 没人对它进行鉴别 没把它说清 我自己理解 为什么它又叫阴气 又叫阴阴 同是阴阴物质吗 我觉得不是 阴气 指的是血中之气 血里边有气 才能够推动它运行 这个叫阴气 当然属阳 另外 血液里边的液态物质 血里边的水分 那叫什么 灵书崛气 有这么句话 中交受气 取之变化 而赤是为血 灵书觉气 讲的 那么 请问 这个之是不是血 它没变 它没赤啊 张志同不是诸解 凤心的化赤吗 这个化赤 要通过心火的作用 它才能够化赤 它是血 那么没化赤之前 这个脂和血是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血液的组成成分 当然是 它变红了就是血 没变红之前 也是血液里边 没有红色的成分呗 那么它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阴阴 就是血中的筋液 咱们讲文病经常讲 血中筋液 血中筋液 只就是阴 热血消耗阴阴 就是消耗血中筋液 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么这个东西 属阴还是属阳 是阴还是阳 因为它是血中的筋液 它当然属阴 所以阴到底属阴还是属阳 看你从哪个角度说 同用一个阴字 它含义不同 阴气是血中之气 阴阴是血中筋液 它实际上是两种成分 但是呢 古人都用了个阴字 我考证一下内经啊 因为这个词从内经来 我就翻内经里边关于这个阴的解释 这个阴啊 又写成这个字 容 通用啊 这俩字通用 第一个讲法 是指人体的营养物质 当营养讲 有营养作用 第二个解释 当营运讲 运动 营形脉中嘛 它是在不断地运动的 一个是指营养 一个是营运 它在不断地运动 是流动的 再一个 是指营垒 营垒什么意思呢 是指范围 它是血中的营养物质 它是不断运动的 而且这个运动是有范围的 在哪 在脉中 营形脉中嘛 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它对脉下的定义啊 什么叫做脉呢 庸恶盈气 令无所必是为脉 庸恶就是把它圈住 让它在这个范围里边运动 不要逃出去 不要逃避 这就叫做脉 脉是限制营气的 所以营的运行 是在脉这个范围内 为什么用这个营字 一个当范围讲 一个当运行讲 一个当养分讲 所以这一字咱用 它选择它 但是古书里边 有时候说营气 有时候说营音 实际上营气和营音是两回事 都用了一个营字 都是在脉中 都对人体有营养作用 但是一个是止气 一个是止水 所以这个营气是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人体一身之气 进入血脉 推动血液运行 就给它另习一个名 叫营气而已 这堂课呢 咱们主要讲了 胃禽血生理概念里边 气的生成分布和功能 咱们下堂课再接着讲 下课吧 如果你们在这些东西 就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特朗了 这些东西 都在这些东西 中国设计